说一下波妮会在之后的剧情之中 扮演什么重要的作用 其实波妮在之前 我已经说过很多期了 最早就是担忧波妮在未来跟藏木一伙 遇到之后跟陆飞的船上抢食的这个画面 被赤犬抓住以后 也是提及到了他能力相关的一些重要性 他的父亲熊也是曾被天洋人抓去当奴隶 波妮也成功做到过 潜入到天洋人的这个居住之地内部 他是肯定会知道 这些政府天洋人甚至海军的很多情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我在之前好像也说过 是围绕罗杰船上的龙蛋 波妮的能力是可以让目标对象人物 尤其是人变老或变年轻 那罗杰船上那个龙蛋 是罗杰一伙从最终指导拉夫德尔回来之后 跟罗杰一伙船员们道别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龙蛋还是没有孵出来 有没有可能到现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 那个龙蛋还没有孵出来 如果还没有孵出来 波妮的能力就完全可以让那个龙蛋提前成熟 提前孵化出来 那至于这个龙蛋孵出来以后会干什么 这个不知道 而且天洋人的这个宠物就是龙嘛 飞龙 西方龙 所以在未来的话 你看何之国是东方龙 兴风作浪 可能到未来的话 西方龙这个长着这个翅膀的那种 西方恶龙可能就会 占据很大的剧情的地位 所以我现在能想到的波妮 在未来会一展身属的地方 可能还是罗杰船上这个龙蛋 这个龙蛋会孵出一个巨大的 激方龙的一个龙崽子 除了他之外 可能围绕天洋人啊 围绕未来的很大一部分的剧情 西方的飞龙都会占据很多的这个剧情地位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